上節目再談到鄭南榮自焚案 當年負責攻堅的侯友宜 歷史事件成為他甩不開的包袱 在瞬間 鄭南榮 應該是他的自焚堅定吧 一句意志堅定 是他對鄭南榮自焚的看法 但另一派卻認為侯友宜強勢攻堅 把鄭南榮逼得無路可走 只能自焚明智 我們那時候我們的同仁 也受到了很多的嚴重的傷害 相同仁所當其衷 所以整個臉皮都掉下來 1988年侯友宜擔任分局刑事組長 專抓黨外異議分子 每次出動都會動員大批員警 甚至PT小組權力並不小 其實在他對付海外的黑名單人士 在1988年到1991年的時候 他其實抓了很多黑名班的人士 要我們往前看不要往後看 但是你前面的紀錄很難看 旅言我侯友宜欣然接受 最問心無愧 最重要 民進黨有沒有檢驗我 國民黨要不要檢驗我 我不放在心裡了 歷史會檢驗我 侯友宜的說法顯然無法被家屬接受 更招來網友批評 攻堅舉動是威權時代下的悲劇 即使坦蕩接受外界檢驗 但這段黑歷史跟隨侯友宜如影隨形 偉大不掉 三雄 黃大鋒 秀孟哲 台北報導